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您好 您好 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你 那么首先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的情况 好的 大家好 非常高兴和我们巍巍的共同分享 我们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 与传播的重要窗口 于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 与传播的重要窗口 先后与世界130多国家 建立了友好往来 我们成功举办了中美文化年 中国文化年 中法文化年 中德文化年 亚洲文化年 也成功地在联合国举办了 热爱地球 拥抱明天 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节晚会 搬到了联合国 举行的首届春节年欢 向世界享有 我们和联合国 长期保持 友好的活着 我们在联合国 举办了和谐之声的文艺演出 和水媒聚焦 走向世界 也感谢我们瑞典的冰协 邀请了我们看到今天精彩的比赛 这些活动呢 你有些我去采访过 真的是非常感谢 你们把中国文化带到美国 带到世界各地 这样呢 我们很多华人华侨在国外 就是感觉到祖国的温暖 也感觉到祖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也是扬眉吐气 因为我的心 作为传播人 我们很惜的 把中国5000年历史传承 传播给世界 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人华侨 因为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国家 都离不开我们华人华侨 你像我们在纽约 每一次举办活动 我们的邀请 在纽约 美国的 还有其他周边国家的 华人华侨 来参加我们这个艺术活动 和艺术展 因为我们也很期待 通过和华人的交流合作 能够把真正的中国的 这个顶层文化 特别是在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能传播给世界 因为中兴多年来 一直是作为国家 这个文化的传播 因为我是一直是传播者 我也是联合国的和平大使 也是第一个 会得了教科文走织的 五大洲的勋章 那么我们也很期待 把这种荣誉 这都是分享 给我们海外华人华侨 因为我是从此这个职力 和我们韦韦一样 我们也很期待 更多的朋友 能积极参与 把我们的中华文化 传播给世界 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就是我看过你的简历 你也跟很多的总统 就是打过交道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对我们中国文化 从以前的 就是你跟他打交道之前 他们是怎么看 然后跟你跟他打交道之后 他们怎么看 这些你们能跟我们举点的例子 非常简单 人就是需要 我们习主席讲的非常 就是人心忠通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 都是在交往过程中 发生了很多的分歧 但是你只要以成代人 你一定会成功 不管你是总统 还是总理 还是普通人 所以每一个国家 只要我去到任何一个国家 我的朋友 只要来中国 我一定会热情接待 就是我的信用 就是想生命 我答应你的事情 必须办 那么很多问题 您也可能知道 您在海外也知道 有很多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政治方面的问题 也许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等多方面会造成不能办的情况 但是我会想尽千方北极 能够连大家的梦 一定要为我们的信念 而做好 这方面的牺牲 因为不是那么简单 高伟伟 伟伟到来 每周五晚9点55播出